各位觀眾,歡迎來到第六集的DSE物理樂園 好像之前頭五集一樣,我都依然會講力學 為什麼會講那麼多集,因為有兩個原因 第一,力學很重要,需要比較多篇幅講得詳細一點 第二,我這個節目是一個比較技術向的人 我希望大家看完這節目之後,不單止對物理力學有個概念 我還希望大家操作到,計算到數,甚至考試 如果要這樣做的話,我們需要多些時間放下去 可能要給多些例題,讓大家熟習做法,這是我的目標 今集就承接著第五集,我們會繼續講牛頓第一、第二定律 提一提大家,上一集我就跟大家介紹過 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可以綜合成以下的一條方程式 通常一般人就會讀F等於MA,我自己就喜歡加一個下標 NETLED,什麼意思是靜力,即是所有的力都加進去 所有的力都加進去之後,就會等於M是MAS,中文是質量,成為A ACCELERATION 加速度 好了,我們上次就講過怎樣去計算靜力 因為力是一個向量,向量是有方向的 有方向的東西,加快是特別一點,並且難加一點 就在上一個節目,第五集已經講過了,如果大家不熟悉 希望大家停一停,剪掉這集,不要看著,先看第五集 因為這個很重要,如果你不看第五集的內容,第六集未必聽得明白 當然,如果你是本身認識的,是一些朋友或者行家聽到 當然不用回第五集 如果你學生未學過,最好看一看第五集 好了,那我們現在就繼續了 我上次只不過是很概括地講一講,那些力怎樣加 例如, 如下方的那個,很簡單,兩個力都是向右邊的 十和五,加上一個十五向右的合力 這個是一個數學的想法 好了,但我今課會很具體地講一講,你在DSE課程裏面 你最常要處理的力,是什麼力呢? 好了,今天我們會很具體地講一講 你需要面對的不同種類的力 好了,第一個 重力,重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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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稍後會填二三四,但我現在就想很簡單地講一講 重量,具體怎樣做 重量,重量,其實很簡單 重量,其實很簡單,一件有質量的東西 例如這個箱,假設它的質量,Mask,是五十KG 可以,假設它在地球表面上面 可以,假設它在地球表面上面 可以,好了,它就會有一個指向地心的力 一般然而,如果你,假設一個地球人 你見到地的東西都是平的,你會覺得 重力會指向地下,數值是以以下公式,重量等於質量乘以地球加速度 地球加速度是多少呢?DSE課程中是9.81,我為了令數漂亮一點,我選擇地球的地深加速度,我們就當10去計算 所以一件50公斤的物件,在地球面上的重量是500N,500N 第一條公式,關於重量的,就是W等於MG,很重要的 好了,我們回上去寫一寫,重要的公式是W等於MG 有沒有問題?如果沒有問題,我現在就給大家第二個例子 再一次有一個人,雖然好像規劃到 OK,它的質量,我當它是80kg 我想問,它的重量多數多少呢? 首先你要記清楚,先分到Mask和V,Mask是scaler Mask是scaler,沒有方向,V是一個Vector,是力量的一種 是有方向的,方向是怎樣呢?指向地下 OK,指向地下 例如我手上有支筆,我就這樣放手 自然有個力,私家於支... 其實我不放手已經有個重力,私家於支筆上面 我放手的重力就會帶支筆向下加速 就是這樣 好,這個重力就會是80x10 對不起,我應該寫好一點 我會...記住,我們三部曲 先寫一條起手式,W對MG 再代入數字 最後計出答案,並且寫上單位 這個人的質量是80kg,而他的重量是800N 可能我們日常生活中,經常會撈亂質量和重量這兩個概念 如果動物理的同學就要注意 日常生活當然我都會重作 我跟別人問我多重,我都會回答,我的重量是80kg 但是OK,日常生活說沒問題 但是當你搭輸食卷,或者出進一些科學上的事務的時候 用一些科學家的定義 例如,Mars質量是scaler,他的單位是kg 重量是vector,他的單位是N 日常生活說那些,我重多少kg 這句說話在科學上其實是...不是最準確的 有時候你要分到,就是日常生活說話 還是你真是答丁卷呢 分開這些概念不要緊要的 OK,好了,我之前就給大家看一段影片 自由樂體第四集的時候 給大家看一個影片 原來羽毛和保齡球在真空之下 真空之下沒有通氣阻力的話 他們兩個的加速度會是一樣的 同時會跌到地下的 那為什麼呢?其實我們可以用牛頓第二定律去推導出來 那大家跟隨我的步驟吧 好了,那我今次的推導呢 就會是... 假設第一個波 它的Mars質量是m1 第二個波 它的質量是m2 就是m2 好了,首先我第一件事 我想知道 W1是多少 很簡單 m1乘回G G是20 好了,那第二件body 就是這樣 那M1、M2的質量不同 所以我假設了M1不等於M2 假設了M1不等於M2 先 那因為質量不同 所以重量都會不一樣 先畫長一點點 好了 那... 首先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究竟第一件物件它的N4 靜力是什麼呢? 其實都很容易回答 它沒有第二個力 唯一只有一個力 那個力就是靜力 所以這個呢 就是第一件物件所受的靜力 相同的 argument 相同的 argument W2就是第二件物件受的靜力 有沒有問題? 好了 嗯... 動物理 不能不把Left Force 等於M1 或者After M1 放在心裏面 這個應該經常都拿出來分析 拿出來做的 好了 我看到...咦? 我找到一個靜力了 我自然會寫... 這樣 OK 慢慢來吧 好 為防大家不記得 噢... 敦第二令律來的 Left Force 等於M1 好了 我現在... 就會這樣寫 這條方程式左右兩面 到M1 是否可以藥走它 可以藥走它 所以... 第一件物件 它受的加速度 A1 是等於G 即是10 Betal Per Second Per Second 向下 我們看到的第一件物件 受的Acceleration 是跟它的Mask 是沒有關係的 那相同的 argument 相同的講法 我們發現原來第二件物件 它受的加速度 都是10里 OK 所以如果沒有響... 如果沒有空氣阻力 地心吸力 或者是重量 是唯一... 抱歉 Waze 也可以是地心吸力 也可以譯做 Waze 是有三個名字 重量 重力 地心吸力 好了 這樣的話 如果它只受重力影響 那... 其實這件物件 向下加速 那個... 那個... 那個大小 是跟它的質量沒有關係的 這個就是我今天想帶出來的 其中一個重點 好啦 那... 那... 基本上的証言說一次 不如我們嘗試拿些數字 拿些感覺 好啦 我現在有件物件 的質量是20kg OK 好啦 我想算它那個重量 那個Waze 那個Waze 就是等於... Mg 重量是20乘10,200N 由於重量自然是Leg force Leg force自然會等於MA 我代入數字,200N,20N,A A是未知數,A是10 我現在給一個有數字的例子 原來20KG的物件的加速度 就會是10m per second per second 再來,我舉第二件為例 不如今次選一件小一點 假設我這件模式是5KG 重量是多少呢 重量是5乘10 等於50N 再次選一件模式 Leg force是重量,就等於MA 藍色的結物件的M是5 50 A也是10 我們可以看到無論那件模式的質量大小 在地球表面上的加速度 都會是10m per second per second 好了,長氣一點再提一次 DSE考試的G是9.81來的 我通常來說,我為了方便教學 初學的學生,我會叫G用10 對於他盡快掌握拿捏的感覺 好處是比較大的 因為通常我們用10 很容易一點去做 當我建立的概念之後 將10變成9.81 是一個輕易易舉的詞 我就喜歡門檻沒那麼高 先學了一些東西,然後再修正它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合理的風格 希望大家留意一點點 我的G核字目度會用10 DSE考試,請你用9.81 有沒有問題? 我們很概括地說了第一個 你常見的力,weight 第二個你們常見的力 就是tension tension 張力 那通常tension、張力這件事 就會跟繩那類東西掛勾 好了,那 我們假設有件物件 好,那 好,那 那個繩會施加力 到件物件上 那我畫上天花板 那你當一盞吊燈吧 好,那 好,那 那這條繩會傳遞的力 那 當然,那件物件有個位置 但我這次,我現在不畫著 我先專心回到tension 好了,以下是一句很重要的說話 tension方向必定從件物件指出來 什麼意思 我們看一幅圖 我們有多少件物件在這裏 一件? 還是兩件? 其實是兩件物件的 箱是一件物件 天花板是另一件物件 好了,我再說一次 我剛才叫你覺得很重要的說話 就是 張亮的方向 一定有件物件指出去 什麼意思? 好 如果 力是施加於箱上面的話 張亮的方向 我們用大家t做標記 就會向現在畫面上 向上的方向 因為有件物件 向外指 但是對於天花板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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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條繩就是這樣 那個力就是由天花板 天花板向外指 就是這個方向 我還沒說牛登第三定律 如果學的學生就知道 這兩個力 是會是 行動和反應配合 往後節目再說 那今天重點不在這裡 我就是想大家搞定方向 就是 張亮一定有件物件 向外指出去 沿著條繩 行不行? 好了 希望舉多兩個例子 大家會明白多一點 好 好 假設 記住 我現在講張亮 就是講繩的東西 其他力我就不畫了 我去到完整四個力之後 最後就會集中在一起 再說 假設有條繩 橙色 OK 橙色這兩條 這樣的話 我不用大家做些什麼 對於一些物件受力來講 張力施力的方向 就是這兩個方向 右鍵物件 指出去 有問題? 那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開頭的時候 沒有一條獨立數字 給你計算的 那你就會用 一個我們之後會教的 描述的技巧 去找出來 有沒有問題? 好了 第二個力呢 就是張力 看一些和繩有關的東西 是和繩有關的東西 第一個重力 就是你在地球上就會有的東西 我慢慢加上去 第三個就是 Normal Force 中文是叫做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叫做應力 有些人會說 Normal Reaction Force 當然 我自己不太喜歡 叫做Normal Reaction Force 因為初學的人 會和Lewtonford Law的概念 會有混淆 不如叫做Normal Force 就算了 好了 Normal Force 是一個接觸的力 什麼意思呢 就是 兩件物件接觸著就有了 例如我現在兩隻手合十 我左手會有一個Normal Force 給右手 右手會有一個Normal Force 給左手 OK 又假設我現在拿出電話 拿出電話 把手背上 接觸著 看見到 只要一接觸的話 兩個之間就會有Normal Force 手機有一個Normal Force 我們收一個Normal Force 給電話 OK 好了 跟剛才張力說的相反 Normal Force 的方向 永遠指向 那件物件 我現在嘗試 畫一兩具 例如解釋一下 Normal Force 假設了 那件物件 那 桌面 放一件物件 在桌面上面 桌面 我用紫色 好了 我只是理Normal Force 這次的位置我不橫了 那好了 對於件物件來說 Normal Force 就會是 由地板 給它 指向它 中心 所以就會這樣 或者這樣 這樣畫 穿不穿 無所謂 我暫畫不穿 這樣就好像 容易看 少少少 由邊位 指向物件 中心 好了 對應 如果地板 受那個Normal Force 就會是這樣 有人用R 有人用N 那我會視乎 那時候其他的 symbol 你決定用R 還是N 還有叫Normal的話 這個力 就會跟他們兩個 interface 成直角 Normal 有垂直的意思 行不行 Normal Force 主要就是 Normal Force 最主要的兩點 就是 跟螢幕的界面 垂直 第一點 第二點 就是 指向物件 中心 如果將來 是有件物件 向外指 這個Normal Force 就是指向物件 啊 對了 那 往後 就會多 當我集齊了 一些力 之後就會更容易分析 好了 最後一個 你們常見的力 就會是 摩擦力 摩擦力的 就是最複雜的 就是最複雜的 好 好了 那 我現在就嘗試 舉一個例子 就是 假設一件物件 在水平面走 那 地下是有摩擦力的 這件物件呢 的質量呢 就是 5kg OK 那 而兩個力師 加於它之後呢 那個加速度呢 假設是 1m per second per second 我想求回 摩擦力大小是什麼 這樣 那我們就會這樣去理解 Leg force 等於 ma 那 今次的Leg force就是 大f 減小f 因為方向相反 所以是減 乘回5 乘回1 好了 那 接著 好了 那 我摩擦力就會計到 5N了 那 剛才說摩擦力很複雜 那 為什麼複雜呢 那 我嘗試 我往後節目會再講多一點 但是 唯有令到大家起步容易一些 我就 給大家一個簡化一些的 variation 那 其實摩擦力呢 是 大小可以調控的 所以 兩個 介面之間 因爲 有凹凸不平 假設第一個介面是紅色 第二個介面是藍色 那 那 這兩個 就會 因爲 他們 表面粗糙 而有摩擦力 好了 而 摩擦力呢 是 有個最大值的 即是說 摩擦力 是不能大過這個數值 那 這兩個介面的凹凸 並不能 抱一個大的 一個 Massam friction 的摩擦力 好了 什麼意思呢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我假設兩個介面 最大的摩擦力 是10N 好了 第一個例子 就是 我私家的力 是 2N 1N 好了 我最大可以給到 10N出來的 我兩個摩擦力 但是 你現在給了2N去拉我 這樣的話 我 今次的情況 我的 摩擦力 都會出2N 有問題 好了 但是 如果你的力增加 我們再慢慢增加 增加外力 增加外力 好了 這次 我大力一點 拉你 8N 我們不要忘記 我假設了 箱和表面 最大的 摩擦力 是10N 好了 你現在用8N 拉我 我 我的摩擦力 就會是8N 那 看來不動 看來不動 就是 那 那 你 就會 算出 8N 好了 如果 如果 我 給力 是12N 那 會怎樣呢 這樣的話 如果你的外力 是大 那 最大 是10N 那 它盡了力 它就會 那 那 那 這次 我們 那 那 我們 就會看到 好了 那 那 在這個情況之下 那個 力 就會是 那個 合力 就會是12-10 在左右方向的合力 就會是2N 可以嗎 Fiction 是很多人會 忘記了Massum Fiction 和Fiction的分別 那 以下這幅圖 就會是一個簡化版 不是100%真確的 不過先用 我們假設 橫軸是外力 中軸是磨擦力 我假設 最高提供的磨擦力 是 用綠色形的筆 描述這點 那 好了 我的物件就在這裏 拖著 那 我就慢慢增加 我的力 由零開始慢慢增加 我的力 那 開頭的時候 當我的 F 未過Massum Fiction 的時候 就會第一節的出現 當我的外力 是小過Massum Fiction 即使 即使 Fiction 的大小和外力 是一致 如果 如果 當我的 外力 F 是大 過Massum Fiction 的時候 那 那 Fiction 就盡了力 當我的力 是大 過Massum Fiction 的時候 則 Fiction 等於Massum Fiction 明白嗎 舉一個有數字的例子 我 假設 Massum Fiction 是 20N 那 我們舉一個有數字的例子 先 好了 如果 如果 我的外力 是20N 以下 那 我的 Fiction 就會等同於 外力 好了 但是 如果 我的外力 是大過20的話 我的 Fiction 就會最多 就是20N 那 有沒有問題 希望大家 沒有問題 我再要重新強調一次 或者 潮雨 叫做大個頭盔 我這幅圖 不是100%正確的 因為 其實 Massum Fiction 這個位置 有些細節的位置 需要再往後說一說 但是 我們不說 希望 讓大家 簡易一點 學了初步 可能七八成 然後 再給你們多一點 好過一次過 濕太多 太細緻的概念 大家可怕不到 行不行 好了 我們去第二節之前 我就會 跟大家 評論一次 我們學的四種力 先 第一就是重力 第二就是張力 重力就是 一件有Mask的在地球 或者在第二些星球上面 那你就會自於一個向下的力 最簡單的說法 當然 其實重力的本質是慢有引力 第二 Tension 有繩的東西就有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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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應力 這樣的話 就是兩件物件 有Context 即有接觸的時候 就會有的了 例如 我現在的Mouse 和我的電話 拍在一起 就自然會有個Normal Force 那就是它之間的 那我們的分析就很簡單的 就是 Normal Force 一定由物件之間 螢幕之間 指向的物件 OK 我稍後會再詳細說一說 好了 第四就是磨擦力 磨擦力也是一個接觸的力 兩件物件 拍在一起螢幕 Normal Force 的力 就會是同螢幕垂直 那磨擦力就會平衡螢幕 如果它們有相對運動的時候 或者有些 它們兩個粒 表面有些粒不平 那它們兩個螢幕之間 就是磨擦力 那我們下一節 就會說一些超重要的東西 就是 其實說來講去 都是想教大家 如何在現實中 畫了一些弦力出來 計算過Lad Force 再計算過測量 這個就是 整個技術之中 很精髓的部分 這個武器 我們叫做 孤立體受力圖 如果弄五點這個 那你的物理 也不用多讀 弄得好 當然物理很容易 好了 第二節回來 就會講 孤立體受力圖 Fibonidagram 我们下期再见了